昨天晚上有个很重磅的消息 新闻联播上公布了第14号主席令 其中有四项 里面这两项非常令人关注 第一个是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 国防部长的职务 第二个是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 当时新闻出来很明显是靴子落地了 然后毫不意外有反贼跑来说 打脸了吧 说好的包饺子呢 哎呀反贼的爽点也就这么低了 我都不明白他们到底高潮个什么劲 我如果是真心反共的反贼 我他妈应该哭才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时秦刚被反贼传的是私生活 加上家属被美国政府要挟 这个咱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假 也无从考证 李尚福的事比秦刚要稍微明确点 最近才被披露 是关于装备发展部出现的贪腐问题 以及火箭军一部分部署被美军掌握的问题 如果站在反华势力的角度 这两个人被抓那属于是重大损失啊 反贼高兴个什么劲呢 从老贼的角度来说 秦刚跟李尚福刚上台时间不长就被免职 面子上肯定是不好看 但是老贼根本就不在乎这点面子问题 不管是涉嫌贪腐 还是私生活被抓把柄 老贼都是完全不互短 不讲人情关系 直接免职 现在有问题的高官直接被免职 再上来的人肯定是更加强硬 党性更加坚定 并且是跟习总一样不忘初心的人 反贼难道笑的是老贼越来越强吗 要不说反贼的脑汁就他妈送子那么大呢 反共反了这么多年 还是胡同口歪屁股大爷 听红墙觅事的水平 你再看我们自干五 我们只嘲笑美国政府高层贪污腐败 权钱交易玩女人乐搞乱交犯老年痴呆 但是绝不希望他们马上下台 因为我们清楚 这群美国驴马烂子会把美国给祸祸死 他们在美国高位越久 美国就越搬肚子 这点事反贼都想不明白 难怪他们在海外反华反共 搞了三十年 狗屁事没干成啊 至于我被打脸不打脸的 在这种事我是根本就无所谓的 毕竟网上传的红墙密事 在我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无非就是满足了一些人的偷窥欲 我比较在意的是 像我之前提示卢布的投资机会 黄金的投资机会 美股台股逃顶的机会 如果错了那我确实会感觉到丢脸 因为那是水平的问题 而红墙密事没有任何公开消息可以证明 都是捕风捉影 都是胡编乱造 研究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我更在意的是 老共证明了自己的初心不变 敢于刀口向内 出了问题 马上纠错 敢于纠偏 可以毫不顾忌情面 清理高层队伍 更能看出这届政府的决心 这在当今世界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存在了 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政党 它就是前途光明 充满希望的 这就足够了